大家好,我是斯文 这期视频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 但大家又非常熟悉的星系 仙女星系 仙女星系作为本星系群50多个星系里面最大的星系 它的规模要比银河系大很多 它的直径大约是22万光年 比银河系大了一倍左右 当然它里面的恒星数量也远超银河系 差不多有1万亿颗恒星 质量也差不多是银河系的两倍 仙女星系距离地球大约是250万光年 是除了大小麦这轮星系之外 离地球最近的星系 虽然它距离我们很远 但其实我们在地球上有入眼就能看到它 当然没有这张图片这么明显 这个有点夸张的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有点模糊的光斑 跟银河系一样 仙女星系也是一个棒旋星系 所谓的棒旋星系 就是它的中央有一个棒状的结构 这个棒状结构可不是实体 而是由高密度的恒星组成的 然后这个结构再从星系中心延伸出去 跟螺旋臂相连 那目前来说 这种棒状结构 被认为是一个星系演化过程中 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那相比之下 普通的漩涡星系中心 就没有这种棒状结构 它们的螺旋臂 是直接从中心区域辐射出去的 整体看上去会更紧凑一点 仙女星系这个名字 来自希腊神话中的安德洛莫达公主 在希腊神话里面 她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和卡西奥佩亚的女儿 她因为母亲的一个过错被寄献给了怪兽 后来被咒词的一个儿子 也就是普尔修斯拯救出来了 而仙女座的这个形状 跟她当时被绑架的姿势很像 仙女星系最早的观测记录 可以追溯到10世纪 公元964年的时候 当时波茨的一个天文学家 叫拉赫曼·苏菲 他在他的书里把仙女星系叫做小云 1612年望远镜出现之后 德国的天文学家西门·马里乌斯 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和记录了仙女星系 1764年 梅西叶把它编入到了梅西叶星表里面 编号为M31 所以我们现在也管仙女星系 叫M31星系 而且当时梅西叶误以为 马里乌斯是发现者 但其实苏菲才是第一个发现仙女星系的人 1785年 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注意到 仙女星系的核心区域附近有微弱的红色 以至于他觉得 这可能是所有星系中最靠近地球的一个星系 并且他当时还估算了一下距离 大概是18000光年 他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是跟当时他们的认知有关 当时赫歇尔觉得 天体发出红光是因为距离比较近 受到了散射或者是其他大气效应的影响 但我们现在知道 他这种推测并不符合我们现代天文学的解释 星系的颜色更多的是跟他的成分有关 而不是他到地球的距离 1885年 英国的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斯 在仙女星系观察到了一颗超新星 这是到目前为止 在仙女星系中观察到的第一颗 也是唯一一颗超新星 当时它被叫做1885年新星 1888年 英国的一个业余天文学家 叫艾萨克·罗伯茨 拍摄了第一张仙女星系的照片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它是我们银河系内的一片星云 还没形成星系呢 后来1920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还爆发了一场天文学史上的大辩论 咱们之前也说过 叫沙普利·科蒂斯之争 他们辩论的主题就是宇宙有多大 其中就涉及到 仙女星系到底属不属于银河系 科蒂斯认为 仙女星系和银河系是各自独立的 就像海上的一座座小岛一样 这也是著名的岛宇宙假说 而沙普利认为 仙女星系是银河系内的 因为他当时认为 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 仙女星系属于银河系 理所当然 当然这两个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后来这个问题被哈勃解决了 1924年 当时年仅35岁的哈勃 利用造幅变形 测出了地球到仙女星系的距离 经过计算 哈勃发现 仙女星系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超过了上百万光年 这个距离太远了 它不可能属于银河系 而是银河系外的一个独立的星系 其实星系也有自己的卫星系统 也就是卫星星系 这些卫星星系主要是较小的一些星系 它们通过引力跟大星系绑定在一起 然后绕着这些大星系运行 就像月球绕着地球转一样 比方说银河系的两个卫星星系 大麦这轮星系和小麦这轮星系 那仙女星系也有很多卫星星系 目前已经发现了16个它的卫星星系 其中最出名的两个 分别是M32和M110 离仙女星系最近的是M32 这个星系是一种比较罕见的 紧凑椭圆形星系 尺寸相对来说比较小 直径大约是6500公年 虽然它的体积比较小 但是它里面的恒星密度非常高 紧凑形嘛 但是它这里面的恒星有个特点 就是都比较老 因为它缺少气体和尘埃 所以里面基本没有新恒星形成 所以整个M32属于那种不怎么活跃的星系 那它为什么这么紧凑呢 根据最新的模拟结果显示 大概在21年前 仙女星系和另外一个大星系 发生了碰撞 就是本星系群的老大和老三 撞在一起了 那M32就是这次碰撞之后 老三核心处的最大残余 这也就能解释 M32为什么一直处于这种紧凑的状态 而且它里面的恒星 为什么都是些老年低质量恒星 另外 M32的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这个黑洞的质量大概在150万到500万太阳质量之间 另一个星系 M110 它是仙女星系最亮最大的一个微星星系 在地球上用普通的望远镜就能看到 它的指径大约是8300光年 比M32大一些 不过它是一个矮星系 根据之前的理论 科学家认为矮星系也太老了 里面不可能有年轻的恒星 但M110直接推翻了这个理论 因为根据哈勃的观测结果显示 M110的中心区域 有成片的尘埃和年轻的蓝色恒星 我们之前说过 恒星的颜色 温度 质量和年龄都是有关系的 蓝色的恒星比黄色的太阳更热 因为蓝色恒星的质量更大 它核心处的核聚变速度也更快 燃烧的速度也更快 所以它们的寿命就会比较短 而像太阳这样的黄矮星 质量比较小 核心处的温度和压力也相对较低 燃烧的速度也比较慢 寿命也就更长一些 当然了 这些属于题外话 总之呢 M110里面年轻的蓝色恒星 打破了长久以来 科学家对矮星系的认知 它非常的活跃 甚至在人类的历史上 曾经观测记录到它里面的超新星爆发 这张照片是哈勃望远镜在2015年拍摄的 是迄今为止拍摄到的最大最清晰的先驱星系图片 像素为15亿 其中有超过1亿颗恒星和数千个星团 横跨4万多光年 因为图片太大了 这样看上去大家也看不出来什么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在仙女星系里已经发现了超过450个球状星团 是银河系的三倍多 其中最出名的星团叫梅奥尔二号 它位于仙女星系的外围 距离仙女星系的中心大约13万公年 是仙女星系中质量最大 同时也是整个本星系群中最亮的球状星团 跟银河系不同的是 仙女星系是双核心结构 1991年的时候 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仙女星系内核的图像 图像里显示它有两个核心 其中较亮的核叫P1 较暗的核叫P2 这两个核心相距五光年左右 P2这个核心的位置 正是处在仙女星系的中心 它包含了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据估计这个黑洞的指径 大约是8.31公里 质量是太阳质量的1.4亿倍 要知道咱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人马座A star质量 也才只有太阳质量的430万倍 然后是P1这个核心 它虽然比较亮 但是它有点偏离了仙女星系的中心 而且至今都不确定 它到底是黑洞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现在有种说法是 它有可能是仙女星系吞噬其他星系之后 没消化完的残余 P1就是被吞噬星系的星系核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这些年从哈勃望远镜和 韦伯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看 在宇宙里 星系之间彼此吞噬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咱们的银河系在过去的130多亿年里 就跟很多星系发生过碰撞和融合 而且这种融合 不仅让仙女星系中的恒星数量变多 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四皮测太空望远镜 在2006年拍摄的 这个望远镜现在已经退役了 图片里的这些绿色的点 是年龄稍大一些的恒星群 然后星系中心的黄色区域 是一个特别密集 特别老的恒星群 然后星系盘面上的一大片红色区域 是还处于尘埃云和气体云截断的一些物质 蓝色的这些是年轻 而且质量比较大的恒星群 粉色的这些是高温高质量的恒星群 那这么多的恒星里面 和太阳相似的第二代恒星 或者是后几代的恒星也很多 所以很多天文学家觉得 仙女星系内一定存在外星文明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它们 或者被它们发现呢 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们两个星系之间 距离250多万光年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250多万年前的仙女星系 那如果仙女星系也有智慧文明的话 那它们看到的 也会是250多万年前的地球 那个时候地球上虽然有生命 但是还没有智慧生命 就更别提什么电磁波的信号了 所以无论是我们发现它们 还是它们发现我们 都是很讲究时机的 仙女星系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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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银河系的主体结构就会跟仙女星系发生接触 这时候这两个星星的形状基本上还不会有太大变化 只是在地球上看的话 仙女星系已经占据了大片的夜空了 看上去已经跟银河差不多大了 不过那个时候地球上应该已经没有生命了 除非奇迹出现 不然地球就会因为太阳的演化变成第二个金星 41年后两个星星会穿过彼此 两个星星的主体结构会开始瓦解 大量的恒星会偏离原来的轨道 很多原本处于引力平衡的气体和尘埃 也会被搅动的不断聚集 从而形成新的恒星 而这时候地球的夜空中 也已经看不出来哪块是银河系 哪块是仙女星系了 51年后两个星系的结构在多次碰撞中 已经当然无存了 不过它们的星系核还在 所以这个时候地球的夜空中 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明亮的球形结构 71年后这两个星系的碰撞彻底结束 此时的宇宙里 已经不存在银河系和仙女星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星系 叫银河仙女系